鱼香茄子煲啊,大哥! 这个是咕噜肉来的,是吧? 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你收看我的频道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是一名空少,多伦多Base 在多伦多也做了十多年的地产 即是你们经常叫的地产佬,或者地产经纪 另外我有个身份就是一个全职的单亲爸爸来的 在我的频道里面,我主要都会分享一下 我作为一位空少,出去Layover遇到的趣事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旅游的提示 亦都会分享一些地产的小知识给大家 又或者是爸爸的,怎样去照顾小朋友 即是一些Parents Hacks 我真的没想过第一条片 会是在酒店那里拍的 今天我已经是今个月第四次飞来温哥华 我现在身处在温哥华的一间机场酒店 你也看到了,刚刚片头 房间其实很小,没什么特别的 今天我会留在温哥华11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温哥华时间9点44分 我明天早上7点就会提升 所以基本上是 不会出去的 那在房间做什么呢? 当然是叫食物啦 我常常都想叫这一间的 很棒的 因为名字叫了一只鸡 即是吃炸鸡啦 但今晚真的不想叫鸡 士椒炒虾球 但是明明是牛肉 鱼香茄子煲 大哥 这是咕噜肉来的 鱼香茄子煲 整个咕噜肉的样子 这个还搞笑 咖喱海中煲煲 Curry seafood hot pot Safood hot pot 但你看他的照片 是不是牛骨 还是猪骨来的 找到了 我找到士椒牛肉炒河了 还要是减价13元 我想我会多叫一个锅帖 卖单的话 52元 他的送料是23元 我终于找到我可以吃什么了 增加越南菜美食 叫了一个山牛肉牛丸河 然后包一杯饮饭 我选了一杯港式冻岭茶 没死 但他逼我一定要加一杯饮饭 我已经选了港式冻岭茶 还要我去饮饭 而在店铺里不能只叫一碗越南河 所以我一定要选择叫红豆冰 他不要来到 溶了冰就行了 什么烧 我不懂读的 什么烧什么卷 总之是BBQ Growed Pork 的卷 透明的卷 你们吃越南菜都知道我说哪一只 应该没死了 加上总是33元 完成 哇 怎么快得这么交关呢 他说预计是11点04分 送到现在是10点29分 但是已经是拿了餐 on my way 拿了餐了 好紧张啊 不知道 会不会复复呢 这个越南餐 好 看看这杯 这个就是他核我买的那个红豆冰 哇 那个红豆就在哪里了 他不要来到 溶了冰就行了 试试 先试试 咸咸的 你想想 Slushy 溶完之后 这些东西 会有人肯喝吗 先试试这个 先试试 筷子 幸好有筷子 因为我自己没有带筷子 让你看看 他还用保鲜纸包着的 还有一个酱 看到吗 OK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酱 哇 少到呢 即是两口就吃了 有一袋 芽菜 还有 哎呀 顶 我忘了跟他说 叫他加辣椒 辣椒油 辣椒酱啊 哎呀 辣椒酱没过 那怎么吃 给两个匙羹 汤没说都够热了 不过很热 很热 别说这么多 先把牛肉放进汤里 越南海外买 最怕是汤不够热 因为你倒在面上 就会冻了 这样就变成汤 不够热了 不够热了 所以现在 就把牛肉 放进汤里 你看牛肉 但是为什么不是鲜红色的 你看 把牛肉放进去之后 我的粉就只有这么少了 我忘了加芽菜 有两片这些 这样的椒 这是这个我最喜欢的 以前小时候不喜欢 大了之后 就开始喜欢它的味道 我给你看现在 我那个芽菜的样子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今晚的晚餐了 大事故随 不是呀 我有自己带辣椒酱 我先吃这个 这个就是PuPi的 辣椒酱了 为什么我会有辣椒酱呢 就是我记得 我很喜欢吃 豉椒炒河 很多時候都忘了叫它加辣 或者給辣椒醬 或者它給都給的不夠 我通常自己帶辣椒醬 自己加料進去 但是PuPai的辣椒醬 配這個越南河 我真是第一次 試試做一個牛肉 那邊 酸呀 OK 但是很酸 這碗已經吸收了湯 先試試麵 麵不錯 先試一口湯 這個湯真的不差 看起來好像很少 其實應該也夠的 我試一下牛肉 加這個PuPai的辣椒醬 滴了 加一點海鮮醬 這樣混合 很難吃 先試試這個 這碗湯的醬就多了 超級多 超級多 嗯 我點了一杯凍檸檬茶 沒有給我 雖然那杯凍檸檬茶 是不用錢的 但是它是沒有給我 很生氣 這個不錯 這個 裡面的牛肉 燒豬肉 很好吃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有碗熱騰騰的越南河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時間都不早了 影片來到這裡 都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希望你喜歡我這個頻道的第一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麻煩你大大力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有我最新的出片通知了 下次見 拜拜